香港高考通识教育科的考题要求考生评论香港民众悼念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 还有香港泛民议员议会拉布抗议 考题还要求学生解释香港人参与六四事件烛光晚会等活动的原因 那么香港的很多学者表示呢 让政治事件入考题是一件好事 可以让学生们有更多的机会认识政治 但是也有不少考生担心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评分 与老师不同不符合官方立场的表现恐怕会有不好的成绩 请解释香港民众悼念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 和香港泛民议员议会拉布抗议 这是今年香港高考通识教育科的考题 今年是香港新高中学制第二年举行的中学文凭考试 这次通识科考试为全部题目必答的卷一和选答的卷二 卷一的考题要求学生们根据一幅漫画 来解释香港政府对泛民主派提出反对意见的态度 以及泛民议员透过在辩论中拉布来阻止法案通过 是否损害了香港民众利益 香港林小姐表示 近期不管是占领中环 还是泛民争取普选的诉求 在香港特别引起大家的讨论 我觉得这个发展很正面 因为有时候很多市民会觉得 港府在中共的管制下 可能会有一些忌讳 就不敢提一些敏感的问题 那这一次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卷二的考题有三道题目让学生择一回答 并以议论文形式作答 其中一道考题要求学生解释 为何香港民众会参与每年举行的六四事件悼念晚会 和钓鱼岛抗议日本主权宣称 以及在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的捐款赈灾 考题还要求学生评论参与国家大事 会否加强香港民众对中国的国民身份认同 因为就是这个问题呢 共产党随便对学生的和这个中国的民主运动进行这个军事盛压 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让下一代的青年人能够知道历史的真相 这是一件好事 据报道 不少考生在考试结束后说 他们担心答案不符官方立场 难以获取高分 香港学生组织学民思潮发言人张秀贤 在去年的通识科目考试获得高分 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表示 香港高考答卷都有两名教师批改 因此他完全不担心评券员的个人政治取向 能左右考生获取的分数 另外香港教育局局长吴克简也向媒体保证 考生的政治立场不会影响评分 吴克简说 通识科着重学生的多元角度去探究议题 然后建立独立个人思考 以及分析事物的能力 而做出持平及合适的判断 只要学生提出合理论据 言之有理 他们可以在不同立场上都不影响评分过程 我希望是这样子了 不然的话以后像这类的题目呢 可能就要配合中共那种爱国爱党的那种意识的话 那可能很多学生就不敢去真的讲出自己对事件的一个看法了 香港去年首次设立的临时六四纪念馆 延续认识历史 勿忘六四的精神 向民众讲解八九民运历史 一个半月的时间吸引了将近两万名市民参观 今年六四临时纪念馆设立在香港城市大学 展期延长为三个月 因为六四纪念已经是24周年了 而且在近期这几年呢 对六四的讨论也特别多 而且像很多大陆的民众呢 也特别的关注 我知道像昨天嘛 那个六四的那个临时纪念馆呢 就在城市大学呢 设立在那里 吸引很多的香港本地的中学生呢 那听他们讲呢 城市大学里面呢 也有五分之一的学生呢 是从大陆来的 我觉得现在这样的消息呢 是越传越广了 据了解 今年香港六四临时纪念馆展览的主题是 爱国由真相开始